今天已经是网络的第二次课了 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从距离的角度上来考虑有几个介质 我来说大家来说距离 比如说光纤 请问是多少米呀 光纤 对非常好 一百千米 那往线呢 对往线是一百米 蓝牙呢 蓝牙是一个无限的介质 对它是十米非常好 反正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 因为它有粗篮和细篮 粗同轴电缆和细同轴电缆 它们两个的距离不太一样 细篮是一百八十五正确 飞扬这两个都打出来了 粗篮是五百米 非常好 这是我们昨天讲过的跟距离相关的几个 我们一块去记下来了 再往下是拓步结构 拓步结构一共是有五个 大家想起哪个来就可以写哪个 你可以简写 比如你只打一个字我也能够看懂 这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激发起昨天的那个听课的那个印象 总线形有 总 有五个呢 星形有 环形有 还有没 还俩啊 网形有 对 还看见了一个 维方说的啊 竖形 我标上序号 一 二 三 四 五 我来说 它的特征 大家直接回复 序号就行 这样 大家可能 打字就会更方便一些 请问 有中心节点的是几啊 有中心节点的 对二 非常好 请问有根节点的是谁 树根的根 根节点的是 五 非常好 请问有端节器的是谁 端节器的是 一 这是在设备上 我们是这样区分 请问任意两个节点之间 至少存在两个通路的是谁 对 是四 剩下的环 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手拉手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 就是一个环形了 这是拓谱 而我们昨天学了两种体系结构 能记得是哪两个吗 就是参考模型 体系结构 TCPIP有两个 还有一个嘞 ISO 这个组织开发的 OSI 04 RSO是组织 然后这个体系结构叫OSI 就是开放系统互联的模型 这两个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的是TCPIP TCPIP参考模型 它一共是有几层 体系结构 不是由层和协议共同组成的吗 那么TCPIP一共是 对 非常好 一共是四层 如果我们从下往上读的话 分别叫做网络 接口层 网络层 传输层 以及应用层 陈眠 没有五层 五层是教科书版的 没有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是 TCPIP参考模型的 网络层到底都有哪些协议呀 传输层到底都有哪些协议呀 应用层到底都有哪些协议呀 关于网络接口层 它一般都是跟通信相关的 咱明天上午有课 明天上午给大家去讲通信啊 所以我们今天从网络开始讲起 就是从第四节开始讲起 这一页 就是所有题目的 所有文字的最上方 有一个小的考点 就是任何连入网络的计算机 它都必须要有一个相同的协议 那这个协议就是TCPIP协议 不是OSI 这是一个小考点 我们从网络开始讲起 网络层协议 第一个 我们认识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叫做IP地址 然后这有一个V4 V4指的是第四代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唯一可以标识网络中的主机 我们昨天也讲了一个地址 昨天讲的是唯一决定主机的 也就是网卡的地址 请问是什么还记得吗 对MAC地址 别管你上网还是不上网 你的计算机买下来 那么你的计算机就有唯一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叫做MAC地址 然后再回忆一下 MAC地址用二进制来表示的话 它一共是占多少位呀 48位你看 真好 48位的零和一对人来说不友好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其他的进制来表示 请问这个进制 对非常好 16进制 那对于16进制来说 它是每8位为一个单位 每8位一个单位 就是48除以8 一共分成了6组 那么组和组之间你得隔开呀 用什么来隔开 对用短横线或者是冒号来隔开 但是考试的时候 咱只记短横线就行 就是Windows的标准版的这一个 这是昨天讲过的MAC 我这不查掉 我们对比着来看IP地址 IP地址 它也有两种表示方式 计算机里边指认二进制 是32位 32位对人不友好 我们用的是什么呀 不是16进制了 是10进制 是用小数点隔开的 也是每8位为一组 每8位一个单位 每8位一个 每8位一个 一共分成了4组 那么请问 这4组里面的最小值是多少呀 就是每一个数 最小的就应该是8个0百 对非常好 那最大呢 最大就是8个1 8个1是多少 对8个1是255 非常好 4个数有了 数和数之间 因为是点分时进制 点分 所以就用原点给隔开 那就是这一页 大家可以跟MAC地址做一个区分 它是短横线16进制 这是点分时进制 好 捋一下考点 第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IP地址的作用 它唯一标识网络中的主题 那考试的时候 到底选MAC地址呢 还是选IP地址呢 你就看看题杆中 你有没有看见上网呀 网络呀 这些相关的词 你只要看见了网络 一定选IP地址 这第一个考点哈 第二个考点 就是它如何去表示 二进制的位数要记下来 十进制的表示方法要记下来 这个地方容易考合法性 你可以换另外的一种方式去来记 就是它是由三个因为原点隔开 一共隔开了四个数 而这四个数都是十进制 数值的范围是零到二百五十五 这就是它的一个合法性了 就这一页啊 目前为止全部都是选择题的考点 那我这一页过哈 如果大家哪个地方没跟上 就直接在公平区叫停我就行 我过了哈 接下来再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IP地址的作用是唯一决定网络中的主机 它到底是从属于哪个网络里的标识网络的那一部分 把它称之为网络号或者是网络标识 它是三十二位中的一部分 它是在这一个网络里面的哪一个主机 把它称之为主机号或者是主机标识 那怎么来理解 一个IP地址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叫网络号 一部分叫做主机号呢 特别好理解 就像坐机一样 比如说你收到了一个电话是010 后面有1234567 有七位 你别管这七位是多少 你只要收到这个电话了 你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你能够第一反应 这是哪个地区给你打的电话呀 北京对吧 为啥呀 因为010它所代表的就是区号 而后面它代表的是 在北京这一个地区的某一台坐机 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网络地址也是一样 前半部分表示的是网络号 后面部分表示的是主机号 但是任何一个坐机 它的区号可不一定都是由三位组成 你比如说像家里的乡镇地区 它可能到四位了 比如说0635等等 那为什么有的是三位 有的是四位 为什么010就是北京的0635 就是山东的某一个地区的呢 这是归庭 而32位的IP地址 它也有规定 根据固定位的不同 比如说我固定了第一位 定死了 第一位就叫做0 那把它称之为A类地址 固定前两位 前两位定死了 就是10 那么把它称之为B类IP地址 前三位定死了 是110 那么把它称之为C类地址 这些大家只能应记 因为这是规定 规定的规 提笔王子 然后至于D类和E类 就顺序依次比上一个多一位 然后多一个1 长考的 并且它也叫做常见的IP地址 就是这前三个 关于这前三个 有哪些考点呢 我给大家一次来捋 我们现在先来看看A类的 大家看图 A类的固定位 我们能够看出来 就是固定了最高位 定死了是0 任何一个IP地址 别管是哪一类的 一定是由网络号和主机号 共同组成 你看图来回答 请问一共是32位 那么A类地址的网络号 一共占多少呀 包括这个0 它一共是占多少位呀 8位非常好 从0到7这是8位 一共是32位 剩下的右边的 那就是主机号 是多少呀 24了呗 对吧 然后再来看 这个 就是它能够容纳多少个主机 任何一个A类的IP地址 它到底能够容纳多少个主机的个数呢 任何一个IP地址的主机个数 一定是唯一的 它看谁呀 只能够看主机号 因为主机号可以标识某一台主机 那它是多少呢 是2的20啊 4次方 但是要减掉一个2 那我分别去解释 先减是2的24次方啊 假设计算机占一位的话 那这一位可能是0 可能是1 所以一位可以表示两台计算机 那如果是两位呢 两位可以表示00 也可以表示01 也可以表示10 也可以表示11 所以如果用两位来表示 它最多的可能的组合 有2的平方 也就是4个 那一共是有24个主机号 那它最多可以表示多少个地址呢 就是2的24次方 到这里为止我们先停一停 大家看看我说清楚了吗 就它看谁 它就看主机号 就是2的多少次方 好 为什么减掉一个2呢 目前为止你只需要知道它特殊 减了哪两个呢 减了一个全部都为0的 减了一个全部都为1的 它不是24位吗 减了一个24位全部都是0的 减了一个24位全部都是1的 它分别叫什么 又是怎么特殊 我们一会儿讲 反正你暂时知道 全为0和全为1不能要 减差最后一个 我们知道给你32个二进制位的IP地址 咱一眼可以看出来这是A类还是B类 但是我们平常见过的IP地址 都是点分十进制 那给你任何一个点分十进制的IP地址 我们怎么可以一眼判断出来 它到底是不是A类呢 那我们看什么呀 看第一个数的十进制的范围 一共4个数 第一个数就是占8位呗 我清空一下哈 1 2 3 4 5 6 7 8 又因为第一位定死了 固定位是0 那么它最大的范围和最小的范围 我们也可以去算一算了 最小那就后面的7位全部都是0 最大那就是后面的7位全部都是1 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这个0 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这个0凑够8位 我们就可以进行2进制转10进制了 就128 64 32 16 8 4 2 1 最小的是不是就是0啊 最大的呢 全部都是1的情况下是255 而这还有一个0呢 你要再把128减掉 这就考察大家2进制转10进制的那个方法了 就是你要不会你就乘以为全自己去算一算 总之这个算下来之后是127 到这里为止停一停 大家看看这我说清楚了吗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不再是2进制了 而是10进制 它有一个最小的值 它有一个最大的值 但是这个地方又有点特殊 0不能要 因为0.0.0.0代表的是全网络地址 这不能要 然后127也不能要 因为127又是另外的一种特殊的IP地址 它为什么特殊一会儿讲 就这俩不能要 那它的范围怎么办呢 一次挪一个 就是从1到126 给你任何一个点分时进制 我们只需要看第一个数 有没有落在1到126范围之内 如果落在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A类的IP地址 比如我给大家写一个 100.200.30.40 请问这是一个A类的IP地址吗 哎 是 你不用看后面的 只需要看第一位就行 如果第一个数落在了1到126的范围之内 那么它一定就属于A类的IP地址 嗯 露露没有反应过来哈 那再来一个 200.30.40.50 请问我现在红颜色写的这一个IP地址 它是不是A类的呀 哎 它不是啦 为啥嘞 因为你第一个数不是200吗 1到1826才是A类呢 它不是这个范围 它肯定就不是 那它到底是哪一个呢 反正你一会再讲 这就是这个意思哈 如果大家感觉听到有一点点迷火 没有关系啊 因为B类也是一回事儿 来 看B类的这个地方 就是第二号 B类固定位定死了前两位 10 再看这个图 从0到15 它代表的是网络号 那么32个二进制位里面 一共占多少位呀 网络号 网络号占多少位 对于B类IP地址 规定啊 规定 16 0也算 10都算 就从最最左 左边一直到15 就中间嘛 是16 主记号也占16 加在一起才是32位嘛 同样的道理 根据主记号来看 B类IP地址 最多 B类的网络 最多可以容纳 多少个主记的个数呀 对 2的16次方 减2 它也是减了16位的0 和16位的1 那再来看 相对来说 需要计算的了 任意给你一个IP地址 它到底是不是B类的 我们看什么呀 就看第一个数的 实进制范围 实进制的范围 那就是8位吧 12345678 前两位定死了 是10 那我们找最小值和最大值的时候 就看后面的这6位 最小的就是00000 最大的就都是1111 然后再加上的前面这两个 是128 64 32 一直往后 那么最小的这个数值是多少呀 是不是还有一个1呀 1上方的数值做加法 对 128 那下方这个呢 其实也可以口算出来 因为它只有一个0 就255-64就好了 是191 计算的问题 你可以刻下去算 你目前知道 现在用到的方法就是2进制转时进制 这里面没有什么特殊的 所以只要它落在了128-191之间 那么它一定就是一个B类的IP地址 比如说我给大家写一个150-30-40-60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B类的IP地址啊 诶对 是啊 怎么回事 就看150 第一个数 有没有落在128-191之间 只看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课上大家就听方法 至于这个B类128-191 如果没有记下来 那刻下我们再去做记忆的那一回事啊 就是刻上指定方法 现在这是不是会了 这是B类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常见的C类 C类有三位定死了 固定位是110 在30 二个二进制位里面 你来看 它的网络号占多少呀 从0一直到23 所以网络号一共是占24位 还剩下多少呀 一共是32 32-24还剩下8 那剩下的8个就是后面的主记号 根据剩下的主记号我们可以求出来 最多可以容纳的主记的个数为 2的8次方 然后别忘了减一个2 减8位0和8位1 对 2的8次方减2啊 黄昏我看懂什么意思了 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是任意给了你一个点分实进制 我们怎么可以一眼看出来 是不是一个C类的呀 看它十进制的范围 12345678 前三位固定的定死了 那找一个最小值 最小值后面就全部都是0 最大值后面就全部都是1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 又进行二进制和十进制之间的转换 128 64 32 所以这个最小值是多少呀 1上方的值做加法 128加64对非常好 192 那最大值呢 就只差一个32 那255减32就行 应该是223 所以只要落在了192到223之间 那么它一定就是属于一个C类的IP地址 比如我们刚刚给大家举的例子 200点30点40点50 那么它是不是一个C类的IP地址呢 刚才有一个同学人家在第一A类的时候就已经说这是一个C类了 是 因为200嘛 200落在了192到223之间 不可以 好 给大家捋一下考点 就是前面你没有听懂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这个表格能够看懂 并且能够跟考点做匹配就行了 第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前三类 就是A类 B类和C类 二进制固定位是多少 0那就是A类 10B类 C类就是110 就是一次多一位 一次增加一个1 这是第一个考点 直接考单项选择题 第二个考点 就是网络位 主机位 以及它的地址 它们三个常常在一起考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 A类 网络位是占8个 主机位是占24个 它说的是对于32个0和32个1来说的 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点分10进制 那不就是4个数吗 8位请问对应的是几个数呀 对应于10进制几个数 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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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位是一个数吗 8位 点分10进制一共就4个数 8位是一个数 24位是3个数 所以点分10进制的4个数 对于A类地址来说 就是13分 就是最最左边一个数 代表的是网络位 右边的那三个数 代表的是主机位 好 再来可能大家没有反应过来哈 B类 它不是16和16分吗 对于4个十进制的数来说 那就是左边两个数 是属于网络位 右边两个数是属于主机位 主机位就是主机号啊 再来看看C类 C类那就应该是三一分 后面的这个范围 你不需要记这么多 你只需要记1到126 那就是A类 128到191 那就是B类 192到223 那就是C类 我不说它们三个是一个考点吗 这个考点就是一个问题串 你只要汇这个问题就行了 比如我在下面写 100点200点30点40 好几位哈 这个不能写这个 怕影响大家 第一小问 请问它是属于A类呀 B类呀 C类呀 A类非常好 看啥呀 就看第一个数的范围 第一个数落在了1到126之间 所以它是属于A类 这是第一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 请问在这四个数里面 网络号和主机号的占比 应该是13分 22分 还是31分呀 左边是网络 右边是主机 它又是A类 是A类 那就是13分 非常好 13分 那我们就在这给它画个线 左边是一个 右边是三个 接下来 如果题目中问 这一个IP地址的网络号是谁 是谁呀 左边是网络 左边一个数是网络 所以那就是100 如果它问你 这一个IP地址对应的主机号是多少 那就是右边的三个 也就是200点 30点 40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来 网络号和主机号 仅仅是这一个IP地址的某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全 它加在一起不是32位 这就是第二个小考点 大家看看我说清楚了吗 你要回去分 它到底是几类 然后根据几类去决定 是13分呀 22分呀 31分 然后再看看题目 它到底问的是网络号 还是问的是主机号 可以哈 黄昏你等我一下 我没到那里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考点 第三个考点就是问 这一类IP地址里面最多可以容纳的主机的个数 那就是2的前面有一个次方 到底是多少的次方呢 完全是看主机位 是24 那就是2的24次方 如果是16 那就是2的16 如果是8 那就是2的8次方 但不要忘了它有一个减2 都有一个减2 因为全为0不能要 全为1也不能要 一会儿再讲 接下来再来看看第四个考点 第四个考点就是主播 关于主播只需要记两个东西 第一 主播是D类 第二 它是以224开头 因为C类最高的是223 然后再往下 第一个数就是224 考试的时候 只可能考到这儿 它也不会考你225什么的 不考 然后关于保留的 连看都不看 这就是这一页 需要大家能够记下来的四个考题 就是考点 大家看看我说清楚了吗 可以哈 好嘞 我们刚刚不是给大家说了 有三类特殊的吗 就这里怎么给去掉了两个呀 这个地方怎么把127给去了呢 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 特殊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特殊的IP地址啊 它怎么特殊了呀 特殊就是它不能够翻配给普通主机使用 举个例子哈 电话号码里面有110 有119 有这样的号码 那这些号码无论你再有钱 无论你再有权 它不可能给一个普通老百姓使用的 那要不然遇到报警信息的话 打110是你接电话呀 还是警察叔叔接电话呀 就乱套了 对不对 地址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特殊的IP地址 它有特殊的用处 所以普通老百姓的这个主机 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计算机 都不能够给它使用 这就是它特殊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分别讲三类 第一类叫做网络地址 既然它叫地址 那它就一定是一个完整的IP地址 一个完整的IP地址 一定是占32个二斤之位的 那怎么样的才算是一个网络地址呢 一个IP地址不是有两部分组成的吗 网络号和主机号 左边的网络号不变 原来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但是主机号全部都为零了 那么把这一类的IP地址 称之为网络地址 它不是有特殊用处吗 有啥特殊用处呀 标是这一个主机所在的网络 你比如说一间教室里面 有很多台主机 每一个主机都是有唯一的一个上网的IP地址 那如果别人想跟你这个网络的人进行通信 怎么通信呢 他得找到你呀 就是他来标识所在的这个网络 就用到网络地址 就好像班级里面有30个人 但是这30个人都从属于三年级一班 我们对外来说都叫三年级一班的学生 这就叫做网络地址 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呀 任意给你一个IP地址 我们要会去求网络地址 这怎么求呢 我们刚才学的 现在就能用上了 第一 首先判断它是属于A类呀 B类呀 还是C类呀 192.168.10.20 那么它所对应的是A B C 对非常好 C类 为啥呢 因为它落在了192到223之间 只要是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就是一个C类的IP地址 好 接下来 对于一个C类的IP地址来说 左边的网络号和右边的主机号 它是1 3分呢 22分呢 还是31分呢 对 31 非常好 那31的话 我们就三个数和一个数 应该再画个线 然后第二件 第三件事情 求啥 我们就套谁的概念 我们现在求的是谁 求的是网络地址 网络地址的概念是什么呀 是网络号不变 谁是网络号呀 左边三个数是网络号 所以那就左边的192.168.10不变 然后继续看它的这个 概念 说主机号全部都为0 主机号是谁呀 是右边的这一个数 那右边这个数 你给它改成0 这就是对应的网络地址了 大家看看 会求任意一个IP地址 你能不能够求它所对应的网络地址了呀 能了哈 行 它不是网关 网关也是一个合法的IP地址 网关一般是当前网络里面 第一个可用的就是.1 那是网关哈 网关你可以理解成教室的门 但是我们现在的网络地址指的是教室 是这个意思哈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看广播地址 那广播地址又是什么呢 广播地址先看看它的 它的这个概念哈 两部分组成网络号和主机号 网络号左边不变 右边的主机号全部都为1 那么把它称之为广播地址 它有什么用啊 它是给当前这个网络里面所有主机发信息 你比如说还是这一个教室 教室里面还是有30个主机 你班班主任想要跟每一个人发送信息 如果按最原始的方式 就是目标地址就一直发30遍 但是你通过广播地址发 当前这个网络里面的任何一个主机都可以收到 就像大喇叭一样 这就是广播地址的用处啊 是可以给当前网络里面的所有主机发送数据 只发一遍就行 只需要把目标地址写成它 那怎么去求呢 给你任意一个IP地址 它所对应的广播地址 沿着我们刚才的思路走 首先它应该是属于C类的 C类那么它就应该是31番 好 画个线 再有第三件事情套概念 套什么概念呀 网络号不变 网络号左边三个数是网络号 那左边三个数就不变 应该是192.168.10 后面说主机号全部为1 谁是主机号呀 右边的这一个数 那么这就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点1 第二个答案是255 那大家认为这两个哪个是广播地址呀 正确的广播地址 对 255 非常好 但凡你看见0啊 1啊 它指的是每一个二进制位 都为0和都为1 那么这一个十进制的数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呢 它代表的什么就是8位 8位1那就是255 所以不是点1 这个容易出现一搓像哈 这就是广播地址 现在应该也汇求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 第三类叫做环回地址 当然它也叫做回环 这是翻译的问题 没有关系啊 它就是以127打头 你后面是什么都无所谓 干嘛呢 一般情况下是对本地网络做测试的 就看TCBIP协议有没有安装成功 如果安装成功了的话 我们一般测试会用PIN命令 后面也会学 PIN 127.0.0.1 如果你收到包了 有人回来了 那我们就认为是通路 是通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协议是安装成功的 它只有这么一个用处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页需要大家能够记下来的都有哪些考点 第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特殊IP地址 特殊的含义是什么呀 就是不能够翻拍给普通主机使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是需要知道 无论是网络地址也好 广播地址也好 还回 回回环地址也好 它都是一个正常的IP地址 也就意味着它一共是占32个二斤之位的 黄昏是这里啊 它是一个标准的IP地址 标准IP地址的二斤之不是占32个比特吗 32位吗 然后我们还需要知道它分别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最主要的是记什么呀 记概念 因为有了这个概念 你要会去求 你要会求出来 然后至于下面的这个 它是标识网络的呀 它是给所有主机发送信息的呀 这个暂时出题没有出现过这种纯考概念的东西 我们考的一般都是应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 这个地方就不用记了 暂时只需要记下来 第一 特殊呀 特殊不能给普通主义使用 第二 原来是有三类特殊 三类特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只要掌握到这种程度就行 晚上我们检验一下 大家对于这个IP地址学的怎么样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题 大家先看 有答案的你就 选选答案 没有答案就等我一会儿讲 你看咱们同学还是有基础比较好的 正确答案是选择C 那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左边的这一个托普图 有这种形状 它中间是有一个类似于小星星的形状 指的是三层交换机 三层交换机的功能其实完全等价于路由器的功能 然后再往下有这种扁边的形状 扁边的形状指的是二层交换机 也就是我们普通说的交换机 一个交换机 它下面都是有两台主机的 题上其实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PC1和PC2 它们同属于一个伪烂 就是二号伪烂 烂咱知道它代表的是局域网 那前面又加了一个V呢 是代表的是虚拟局域网的意思 这你可以不用管 你只需要知道一个交换机下面是一个网络 那就是二号网络 第二个交换机下面又是另外的一个网络 它叫三号网络 那既然它是属于同一个网络 同一个网络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教室里面的 都是一个教室里面的 网络地址仪是一样的 谁不一样呀 主机号 对 主机号是不一样的 就是网络地址一样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网络号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左边的部分是一样 那求的是谁 求的是PC4 PC4应该跟PC3的网络号是一样的吧 那我们重点只关心192.168.3.2 这是一个C类的地址 C类的地址应该是31分 31分也就意味着PC4 它应该左边三个跟PC3是一样的 是192.168.3.3 三年级那倒还暂时不知道 到这里位置停一停 看看大家跟上了吗 就是因为4号主机跟3号主机是属于同一个网络的 同一个教室里面的 同一个教室 那么他们的网络号就得是一样 可以哈 那后面的这个X有特殊情况不能用 它不能是0 因为是0的话 那不就成网络地址了吗 网络地址有特殊用处 不能够给主机使用 它也不能够是255 因为是255的话 就变成广播地址了 广播地址也有特殊的用处 然后它还不能够是2 为啥呢 因为同一个网络里面的IP地址 一定是唯一的 是不能重复的 那至于它是其他的任何一个 那倒都无所谓了 只要别是0 别是255 不是2 到这里为止 大家看看 我说清楚了吗 清楚哈 好 那就往上去找答案呗 一定是点3 肯定不是点1 因为是点2 那这不就变成了 第2号网络里了吗 它也不能是255 只能够选C 那如果这个变成4 也行 变成33也行 变成44也行 那倒都无所谓了 这道题应该 大家都懂了哈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到了今天晚上最难最难的地方了 地方了啊 叫做子网技术 就是原来 一个IP地址 它是由几部分组成的呀 就我们刚刚讲的 两部分非常好 谁啊 谁和谁啊 左边标识它在哪一个网络 右边标识它在这个网络里面的哪一台主机 是由两部分组成对吧 因为最早之前 其实联网的计算机很少很少 这个IPv4用得好好的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弊端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讲这个背景啊 这个背景你大概听听就行 这个背景永远不会考你 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会方便 后面的理解啊 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左边 一个小公司 一个企业 一个小学校 刚成立 肯定有人是需要上网的 一旦上网 那么他就得需要去申请一个网络 假设他申请的是 145.13.0.0这个网络 那么请问这是一个A类的网络呀 B类的网络还是C类的网络呀 就看第一个数 第一个数是不是145 145它落在了128到191之间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B类的IP地址 B类的IP地址 对应的网络号和主记号 对于四个数来说 它是13分呢 还是22分呢 还是31分呢 对是22 那么申请的这个网络 最多最多 可以容纳多少台主记呀 应该是2的 后面的这个2是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就应该是16位 那就是2的16次方减2 大概是6万多台 这是最一开始 但是随着这一个企业的发展 然后它的部门 它的业务也有区分 它就搞出来了三个部门 假设还随便举个例子 有什么销售的部门 然后有财务的部门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像师资的部门等等 它为了方便管理 就是它认为销售的 那你们是一个网络 财务的是一个网络 师资的是一个网络 你有事你内部自己搞定就行 所以现在就划分出来了三个网 三个网也就意味着应该有三个网络地址 如果紫网1已经用了145.13.0.0 因为它不是22分的吗 那么紫网2请问按我们正常的理解 它还能用145.13.0.0这个网络吗 它是不是就不能了呀 因为你得再申请其他的一个 比如说145.14.几几的 那么三紫网3你也不能用了 你又想让财务的人员上网 想让师资的人员上网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得再申请一个网络了 你申请一个网络 那不得需要花钱吗 然后可能老板他就想 什么样的公司有6万多台 我刚才花那么多钱 申请了一个币类的 有6万多台呢 那销售部门也没有6万多个人呀 想着是你这里边能不能云我一点出来 如果你云我一点出来 我是不是就不用重新申请一个网络 就不用再花钱了呀 那这种思路其实就叫做紫网划分 就在它多余的紫网里面 你挪点出来 挪点出来给我用 这就挪出来了 这不就叫划分了吗 这就是一个背景 所以这个背景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 然后接下来 打起经验来啊 虽然只有一个小表格 但是我们可能要花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 这个地方认真听啊 加油加油 原来没划分紫网的时候 它是占32位 你划分紫网了 它仍然是占32个字节的 没变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IPv4 原来的IPv4是占两部分组成 是有网络号和主机号 你不是划分紫网了吗 你搞了一个东西出来 它多了一个啥呀 多了一个紫网号 紫网号哪来的呀 你左边是有32位 右边也是32位 你得从一个地方挪出来呀 从哪挪的呀 从原来的主机号中 借了连续的位数 那借的这个位数 就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紫网号 我们给大家举例子 可能大家理解的就会更深一些啊 192.168.30.0 假设它还没有划分紫网 请问这是一个A类的呀 B类的呀 还是C类的呀 可以看这儿 如果大家没有背下来的话 192落在了192到223之间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一个C类的网络 如果是一个C类的网络 那它对应的四个数 就应该是3一分 好了 现在我有新的需求 我需要借两位 那我应该在左边的这三位上去借呢 还是在右边的这一位上去借呀 我需要借两位出来 才右边对吧 因为右边才是主机 那我右边怎么借呀 这一个代表的是一个字节 还应该有8位 12345678 应该借连续的位 从高位开始借 也就意味着是借这两位 我框起来了 大家看看 这儿我说清楚了吗 你借别人的 你得按着一定的规则来 你不能跳着借 你也不能从右边借 你只能从左边高位上借 就借这两位 好 已经借了两位了 请问 它多出来几个字网呀 就这两位最多可以有 多少种排列组合 可以借了一个00 也可以借了一个01 也可以借出来个10 也可以借出来个11 对吧 我如果是借两位的话 可以划分2的平方 也就是四个字网 那就是下面这一句话 你借n位 那么就可以划分2的n次方个字网 这是不是都看懂了 好 那接下来 既然是有四个字网了 那也就意味着 是有四个新的网络 有四个网络 那也就代表着 出现四个网络地址 如果让你求 字网地址的话 那应该怎么求呢 其实是跟我们左边的 网络地址是一个概念 只是因为它划分字网了 那这个网络地址 就叫字网地址了 一个概念 最最左边 我们在没划分的时候 网络地址 它的概念是 网络号不变 主记号全部都为零 那你划分字网了的话 字网号它跟网络号 其实是一样 本质上都是 归属网络的 所以就是网络号和 字网号不变 主记号全为零 那我们求一求吧 左边借走的这两位 是字网号 右边的主记号全部都为零 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 后面的这六位应该全部都为零吧 那得出来的第一个字网 它所对应的网络地址是多少呀 左边都不变 左边都不变 前三个线不变啊 先抄下来 192.168.30点几呢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这是第四个 二进制准 十进制 这是八个零 八个零 那也就是点零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网络地址是 192.168.30点几呀 你看它这有一个一 这个一对应的应该是 128.64.32 一上方的值做加法 也就是点64 那再往下面 第三个呢 10 后面都是零啊 应该是128 最后一个呢 11 11就应该是128加64 也就是192 这就是四个得到 不是你划分了四个子网吗 那这四个子网的网络地址 分别是什么呀 套概念就行了 到这里停一停 看看大家跟上了吗 跟上了哈 行 然后接下来还有 它现在划分完子网之后 可以容纳多少个主机个数呀 你原来去求主机个数的时候 就看看它还有多少个主机号 就是2的主机号次方减2 现在划分完子网之后 容纳主机的个数不变呀 同样的方法去求 仍然是2的多少次方减2 那么对于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已经两位借走了 它还差几位呀 还剩下几位呀 还剩下几位 是不是还剩下6位呀 那也就是2的6次方减2 这个跟原来的没有本质区别啊 这个应该也跟上了 好捋一捋哈 现在我们学会了什么 我们现在学会了划分子网 其实就多了一个子网号 它变成三级结构了 原来是二级结构 你多了一级是什么呀 是子网号 子网号哪来的呀 从原来主机号上借的 怎么借从左到右借连续的位数 这个咱学完了 如果你借了N位 那么你就可以划分二的N次方个子网 这也学完了 一旦划分二的N次方个子网 那么也就意味着有二的N次方个子网地址 那这个子网地址怎么求呢 就是左边的网络号和子网号通通都不变 右边的主机号全部都为0 那么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实进制 就是一个网络地址 你有二的N次方 那就可以求出二的N次方个子网地址来 借了位之后 剩下多少个主机号呀 那就是二的主机号-2 这就是一共可以求得到的容纳的主机的个数 就是我现在所有打对勾的地方 大家看看你都是不是确定学会了 是 那这个表格没完呢呀 表格还有其他的呢 你比如说我这给大家写了一个 你要会反推 会反推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考试的时候 可能他不告诉你借了几位 但他告诉你需求 比如说他想要划分十个子网 问我需要借几位呀 这咋求 这就叫做反推 这个原则不变哈 就是我借多少位呀 假设是x那就是2的x次方 他怎么着你也比这个10要大才行 对吧 其实只要比他大都行 但是我们为了经济史会让他刚刚好大于10就行 所以这个x只能是4 那就需要借几位呀 需要借四位 这就叫做会反推 大家看看这个我说清楚了吗 如果这个也会了 那我们再打上一个对钩 学了 学会了这个啊 可以哈 行 那这个时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子网爷码嘛 我参考 由子网爷码嘛 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有没有 划分子网了 啥意思呀 子网爷码嘛 就是网络号和主计号 全部都为1 主计号 全部都为0 也就这32个二ücks质里面 左边一连串的1 右边一连串的0 这就是一个子网爷码的了 好 我们求一求哈 100.20.30.40 假设它还没有划分子网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属于A类B类还是C类啊 是A类对吧 因为它落在了1到126之间 然后又是属于1三分的 那我们在这画一条线 第一 假设它没借位 没有借位的情况下 它的子网研码就是属于默认的子网研码 子网研码的概念就是网络号和主记号全部为0 那主记号就是占0位吧 主记号全部都为 我刚才是说错了是吗 子网号全部都为1 主记号全部为0 那默认的研码应该是什么呀 1三分应该左边的这一个字解 全部都为1 全部都为1 那也就应该是250 5 然后右边的这三个字解 全部都为0 那就应该是点0 点0 点0 对吧 这是不借位的情况下 那好 如果它借位了 并且它借了两位 请问 我们应该求得到的子网研码是什么呀 它应该是255 点 1 1 对吧 应该它借了两位 它只能在这个3后面去借 1 2 3 4 5 6 点0 点0 点 1 2 3 4 多了 它应该是这些 我现在给大家写的这块 大家看懂了吗 如果是借两位的话 因为 所有的子网号 你也得是1呀 可以哈 那接下来就求这个11是多少 其实就是128加上64 因为 我有这样写吧 128 64 32 16 8 4 2 1 这俩是1 后面是0 所以上方做加法就是128加64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来第二个字解的使劲之数应该是192 这就是借完两位之后的子网研码 到这停一停大家跟上了吗 跟上了 那这个地方也得会反推哈 比如说题目中已经告诉你了子网研码 是255点 比如说224吧 点0 点0 那你来推 他一共借了多少位呀 那这个怎么推呀 就是默认情况下应该是255 你就看看现在他比原来多了几个1 多了几个1呀 224等价于128加64再加32 这不就是224了吗 这是几位呀 三位 所以借了三位 现在大家搞明白这个子网研码了吗 就是给你任何一个IP地址 然后又告诉你子网研码了 我们就能够推出来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借位 可以哈 大家感觉难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又涉及到了一个进质转换 可能我们反应的就不算很快哈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又学会了一个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打一个对勾了 子网研码的概念我们求得了 就通过子网研码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给定的IP地址到底有没有化分子网 但是呢 它还有另外的一种表示方法 就是一个斜线加加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所有的网络号和所有子网号的位数之和 比如举一个例子 它在没有化分子网不介味的情况下 子网研码除了用这种形式表示 它也可以用100.20.30.40 斜杠8来表示 也就是从左往右数有多少个1 因为255就是8个1 网络号为8 子网号为0 因为它没有借位 所以子网号为0 那么这个斜线后面的数值就应该是斜线8 大家看我说清楚这个斜线X的意思了吗 就是根据这个斜线后面的数我们也可以知道子网研码 好练一练 那如果是借完两位之后 这一个IP地址斜线后面的这个数值应该是多少呀 A类地址本来子网号就是8 它又借了两位 那就是8加2 8加2应该是10 可以 那再看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斜线后面的数值应该是多少呀 它借了三位 借了三位 那就应该是有三个子网号 原来是8 8加3为10 1 是不是会了 好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打上对钩了 就这个也学会了 那还差一个呢 还差一个东西 这儿 这是啥呀 如果题目中给定了一个IP地址 也给定了子网研码 我们在求子网地址的时候 可以不用一点一点的去来套概念 可以直接用这个规律 就是IP地址和子网研码做语运算 这个语就是二进制的语 就是1和任何数相语都等于任何数 0和任何数相语都等于0 就是它通过这个概念 推出来的 是一模一样的回事 就你学哪个都行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最最难的 大家先消化消化 我们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来练大量的题目 看看大家有没有消化好 哪个地方没太懂 没太懂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刚刚讲的内容 如果实在不懂 你就在公屏上敲出来 如果懂了的话 我们就歇一歇 歇歇脑子 现在是56 我们休息到 20点05分吧 对这个地方是网络里面最难最难的部分了 就是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逻辑 回方祖播地址是D类的IP地址 整个地类称为祖播地址 一直在销售中心里面最难的部分了 可是在销售中心里面最难的部分了 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个称呼的 在销售中心里面最难的部分了 班级分成不同的小组 那你在用 组播地址说话的时候 只有对应的小组 能够收到你的信息 这就叫做组播 07一般考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表格上的 它会考你辞网员嘛 它会考你这种表示的方法 它也会考你辞网地址 也会考你的嘴记地址 它会考你辞网的辞网 一块儿收起来 我们就会练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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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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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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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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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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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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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